多區昨晚的倒路和縱火 部分持續到凌晨 港鐵上水站有列車被扔汽油彈 沙田有警車懷疑被縱火焚毀 晚上7時多 有人在港鐵上水站 向一列沒有人的列車扔汽油彈 車廂裏面有火光 有人拉出消防喉 和向列車扔雜物 沙田大沖橋路麗豪酒店對出 有警車懷疑被縱火 燒剩枝架 在港島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 也有人聚集 在凌晨金百利商場地下 一個穿白色衣服的男人 被懷疑是警員 被要求出示證件證明身份 之後他被人嘔打 那男人躺在地上 但繼續被人打 我救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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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下 義務急救員為他治理 男人背囊的物品 全部被堵在地上 請 請 試試 之後防暴警察到場 旺角尼敦道 和阿佳老佳交界 繼續有人倒路 警方多次出動水炮車驅煞 也曾經開防暴槍 附近一段西洋菜南街 有私家車著火 黑衣人深夜 也多次向旺角警署推進 又向太子雜勝斜油彈 警方施放催淚彈 和橡膠子彈 防暴警察凌晨從警署出動驅煞 凌晨一時 黑衣人再推進 警方發射橡膠子彈 有人懷疑被擊中倒地 警署被汽油彈扔中 之後有人在彌敦道的中國銀行中火 到近凌晨三點 還有人用建築材料等捉路障 無線電視記者 由駿駛的行為 às訪是市民更迷回 專門更購言 既然是快樂 引擎出選 grid 我們香港發射